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林维舟一般认为是江系 江起承判 反对赵绍康 反对为他修改参选党魁规定 林维舟还说难道我们受的教训还不够吗 盛俊新的外传连朱细也要党 大家都要党 到底赵绍康回不回得去呢 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因为我违反规定 那赵章按照国民党以前的 我去看了党章 也看了以前的党主席的竞选办法 党章没有这个规定 没有规定党主席需要一年 党章没有 党章是母法是最重要的法律 以前正式你去翻 正式选党主席都没有这个规定 那到底是谁因人设事 是我因人设事 还是他们过去因人设事 我觉得这个大有玄机 我也希望说今天不只是赵先生 可能未来有更多的赵先生 未来更多的赵绍康都能够来加入国民党 或者重新回到国民党 团结的国民党还能够带给民众支持跟信心 赵绍康讲到两个重点 第二重点是 你说为了我要改党章是因人设事 到底谁因人设事 一千每一个党主席都这么选的 为什么到我之后就跟我说党规不合呢 如果以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一个选举办法来讲的话 他确实是有讲说 要参选人必须要具备有 当过中评委中安委员的一个资格 那如果只要中评委这件事情好办 中评委没有名额限制 颁个奖状就行了 你要看主席同不同意 那主席如果不卡 他就颁一个给他就好了 那是主席的一个聘任 当然我也必须要讲一下 中安委员是选任 中评委一般聘任的一个标准 就是如果说你有做过立法委员 卸任了之后那就聘为中评委 如果你有做过部位级的一个首长 如果你卸任了之后也是聘为中评委 所以说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说以赵董的一个资历来讲的话 要聘一个是没问题 要聘的话应该没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针对讲说 这一年的一个资格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说 到底要不要有党籍满一年的资格 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党中央它必须 主发会它必须要去做解读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你党主席的选举办法里面 没有这一条 只有在去年109年 党主席补选施行细则 补选主席的作业施行细则里面 有这一条 所以母法没有对不对 母法没有 那世行细则有 而且是补选才加上去的 世行细则是去年的一个补选 那如果说你要解读讲说 这一年就没有 那人家会讲说 你是针对补选 但是如果今年选举的话 它不是补选 今年是任期到了 它必须要做改选 所以说这字面上面 党主席的一个解释 可能大家要探讨一下 好 问题是 有这么难解套吗 其实以国民党过去的 太多例子了 他指我要这个人选 颁个奖状 什么被邀请 被主动 被动参选 被动 还有荣誉党员 本来有很多方法 问题是 现在就有人不想让他回去选党主席吗 就这么简单吗 对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江启臣 江启臣自己要先问自己 他想不想继续当党主席吗 因为就是这是人性 今天我很想继续当党主席 高仁和实力很强 我当然不让你参选 我哪有自己就选麻烦 你看小西一直出来放话 他会不想吗 我你过来那一行人 对不对 郑造西一直出来放话 他当然想 好 那想 因为周也出来放话 对 想嘛 对不对 好 那想的问题 江启臣手上有王牌 刚刚思维也点到 我不给你中评委证书就好了 问题是 赵少康跟韩国瑜去年九月就结盟了 但是你不给他证书 可能会有人讲说 你小心眼 对 明明这个中评委就没有名额限制 对不对 那你怎么不给他呢 他有心要回国民党效力 国民党中评委有一千多个 对呀 一千多个 难道赵少康不如那一千多个人吗 阿公 我跟你讲 这是赵化弄人 当年跟赵少康竞选的对手黄大洲 现在也是中评委 所以你就会觉得赵化弄 今天好 江启臣如果不给赵少康中评委 那问题是 这是第一波的攻势 那第二波攻势 可能会比第一波更强 那第二波攻势是什么 因为韩跟赵去年九月就已经谈好了 那在这四个月时间 你觉得韩国瑜跟赵康只有吃饭喝酒睡觉吗 没有嘛 一定有超前部署 为什么会扯到睡觉啊 吃饭喝酒应该 人总要睡觉 我不是说他们两个一起睡觉 人总要睡觉嘛 就是说他们既然已经结盟了四个月 那这四个月当然不会 就是很被动的什么都不做嘛 一定会有超前部署嘛 所以现在江启臣要评估说 赵康这个表态 他昨天讲那个话就说 我能不能参选是由江启臣权 他把球丢的江启臣权啊 那个叫做用社会 社会主公那叫做呛读啦 呛读 没有啦 因为他是现任主席嘛 不是啦 就是 任爸要选党主席 好胆你就让我选 他的潜台词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说 你会说台诸啦 我今天去让我们死死发质 你白要选当主席 好大你给他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我来翻译 这是第一波攻势嘛 那接下来第二波攻势 有各种可能性啊 那如果到时候赵浩康不能选 因为他没有中评委 那请问韩国瑜有没有参选资格 他百分之百有参选资格哦 那他可不可以选 他可以选啊 那他如果跳出来选呢 所以江启臣要算的 当然很多嘛 那像棋局不可能只算一步嘛 对 你不会只有一步嘛 可是江启臣说在 嫩了一点 他真的嫩 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是江启臣卡他 江启臣会不会不让他选 但是他要算一算这个棋局 要每一步 他是不是都能够应战哦 第二个 连胜文也不要让他选 是啊 因为 昨天林文睿讲话 讲那个话真的有够难听的 我觉得林文睿讲话 对了 衣扇这么久 头穿这么久都跑生气了 更不要玩吗 更不用玩 他的意思是说 拜托你们这里 的年近古西的 都不要再拉这出 给年轻部的嘛 那林文睿得自己也讲 他说他就摆明我就是挺林圣文 要不然怎么会 林圣文昨天跟林文睿两个一起去打羽毛球嘛 好那 林圣文会不会支持赵合康 看起来好像不太会 因为连世文自己应该也想选 那如果想选的话 那当然不会在树立赵孝康 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 那好 还有一个最近变成角落生物的朱立伦 朱立伦我认为也会挡他 因为高宇人跟赵孝康有恩怨 当年为了中广的案子 当年国民党三中要卖中广的时候 高宇人是 这是后来查出来的资料 高宇人的出价是比赵孝康高 而且高宇人不是用那种 什么两亿买十亿 还没有付现金 高宇人说我真金白银摆在桌上 我就跟你买 赵孝康是十亿 但是 高宇人说我出十五亿 比赵孝康 我出价出得早 第三我跟华夏还签了一约 怎么最后是我出局呢 重点是高宇人是十五亿 真金白银摆在桌上 赵孝康那两亿只是作帐而已 他那两亿 那几间公司都是当时飞碟的员工 用人头去成立的 后来都问过 因为那好几个记者我都认识 我知道他拿不出五千万的 所以后来这个情况 当然高宇人现在会觉得说 那你我出价比较高 我谈的时间早 你马英就不卖给我 你去卖给赵孝康 那高宇人是朱立伦的岳父 那你觉得朱立伦跟赵孝康之间 就算好 我们就算说这个上一代事情 跟他没有仇怨好了 但是两个人交情一定不会好 所以朱立伦如果再跳出来 那国民党主席选举可精彩 我给你讲 最伤害的是汪海清说的话 汪海清说为什么当时不给高宇人 因为这个录音党后来留出 他说啊 因为我们国民党要交给可靠的人 那意思是高宇人不可靠 那好高宇人如果不可靠 那朱立伦可靠吗 对国民党而言 对马英九而言可靠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 赵孝康这一招棋 为什么我讲江启臣嫩 因为江启臣他就讲说 这个当然 江启臣昨天是挨了一劲梦棍 结果赵孝康要重回国民党 江启臣当然不能拒绝 你没有拒绝的理由 你一定要欢迎 这很正常 问题是人家这个人回来 他不是只要当一个 路人甲的普通党员 他是要抢党机器的一个人 我觉得国民党要很小心 认为赵孝康回国民党 难救国民党的有26% 认为可以救国民党的是28% 其实是差不多 平手嘛 我们算他平手嘛 没意见的35% 其他11% 你怎么看这个民调 我看到的其实是没意见 看到的35% 对 因为最多嘛 比例最高嘛 那没意见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是说 反正也不关我的事 我觉得这也正常 对非国民党员来讲 谁当党主席当人与我无关嘛 可是你另外一种解读是 这些人他根本不关心 国民党谁当党主席 我根本不在乎你 就是用网络的术语来讲 你根本没有声量的啊 我干嘛关心你 这个才是国民党要去解决 跟面对的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好 来说 也有很多民众 国民党谁做党主席都同样 好 我们来看 其实过去赵孝康也曾经谈过 国民党党主席之位 当时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一点都不稀罕 第一个 再讲一次 第一个 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那很多人说你现在加入啊 第二个 我没有做过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跟中央平衡委员 徐立德当时国民党的 副秘书长是什么东西 跟饶允齐 的确约我在来来饭店 开个房间 这个密谈 那他们就讲说这样吧 你开名单 立法院党团书记长 让你招号康做 你要几个中央委员你说 我们去协调 我就说国民党搞到被理论 你还问我要当官 我才不稀罕呢 谈判破裂 所以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告诉各位 就是说 我们根本不稀罕当国民党的官 好 这上要过去的说法 当然他现在说 因为啊 现在的国民党 主事者都是窝囊废 所以我一定要出来救国民党 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先问一下 刚才阿方在说民调35%没有意见 如果这样做民党的 我觉得会差不多 因为一般民众会认为 党主席跟大家脱离会比较远 没有息息相关 至于说赵绍康 当党主席下一步是什么 我跟他两个人 不是 如果他没有办法回去选当主席 他有没有 他的第二套剧本 有几个 我就说 四十六七千千千千千 赵先生当然是想当下棋的人 他当然不是想当棋子 那接下来 他要做Kimmaker还是要做Kim 我觉得他是想当Kimmaker Kimmaker比较重要 那谁是Kim 现在Kim 就说可以选2024 国民党目前所有台面上 所有政治人物谁民调最高 侯友宜啊 对啊 这都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你做民调这才多 侯友宜都想关 侯友宜如果要选2024 他有一个卡关 他要年龄嘛 2022怎么办 如果赵绍康如果 假设他没有选党主席 没选上党主席 是不是有摆更好的位置 有可能会选20 有可能会选新报 如果他去选新北 就帮侯友宜解套了 对啊 因为侯友宜一旦2022 选上了之后 他要选2024 大家要开始骂了 我不觉得造访 这个要联动 对 可是 侯友宜也不可能放弃联合 有人这么去布这个局 可是这个局 到底有没有可能 真的是会这样走 说说世事如期千千万六千 那不可能才这样走 不过不管再怎么样 阿晃刚才说了说 一般是ETTODAY的民调 对赵仙人选党主席的看法 可是另外对大数据来讲 今天至少赵仙人宣布 要选党主席之后 因为网络声量 赵绍康的是6.5万笔 压过陈时中 碾压陈时中只有2.9万笔 不到3万笔 杨世良有一度声量也很高 对 所以当然声量高 声量高是有讨论度 不管是好声量或坏声量 甚至声量或负声量都有 可是至少有人讨论 不是说各位弄里僵尸 或一潭死水都没有人讨论 至少是有 那你从大数据的关联 赵绍康选党主席之后 国民党 那2024这些就起来了 所以是有人讨论 真的是想要救党救国呢 因为他曾经说 国民党都是一堆窝囊费 我跟你讲 国民党的问题是 国民党里面打仗不敢 里面意见一大堆 对 没错 如果今天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下令 所以全面发动罢免 国民党现任立委 一定一大堆反 而且要吓死了 因为他们怕下一个人是他 那下一个轮到我怎么办 对 没错 这不要吧 不要吧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国民党一事无成 什么都做不成 就是一堆窝囊费在里面 对 就是这样 不敢打仗 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还有那个执政党心态你知道 安定 安定 安什么定 我看得倒不掉 国民党都不敢打仗 没办法打仗 一堆窝囊费 我自己下去打 我御驾清真好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选总统 赵少康 我觉得我欣赏他这一点 就是他昨天在回答记者 他不是用自视反应 说这个未来的事情 还没有决定 他说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对 他没有讲关枪 他说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就是说有可能会选 可是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 他必须要过好几关 明显刚才讲说 赵少康想当Kingmaker 那King是谁 King是侯友谊的话 看起来侯友谊不太可能 因为赵少康跟侯友谊 其实并没有太深厚的渊源 他们俩其实并没有 什么太大的渊源 而且我认为赵少康不信任 也不喜欢侯友谊 因为侯友谊曾经是 被他死对头陈水扁 重用过的人 他有绿的色彩 对 再来 第一关 假设他选上党主席 你要先过2022 县市长选举这一关 这一关选不好 什么都不用讲了 2024就没了 2024你要选总统 赵少康过去 有没有打仗的经验 有 他以前从台北市议员 到立法委员 我记得他在台北县选那一次 当时还是大选区 那一次根本是赵少康 旋风 他轻轻松松的选 就是十几万票 很吓人 可是后来别忘了 20几万 23万 94年那一次的选举 我认为对赵少康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其实那一次 原本赵少康的 非常看好 选情非常看好 到选前一夜 在当时旧的 那个体育场 台北市立体育场 那场肇事晚会 吓死人了 可是最后票快出来 陈水扁赢19万票 为什么 因为94年那次的选举 很多年轻的观众朋友 可能没有印象 气候保存 那我觉得这样讲 对李登辉也不公平 主要的说法是说 当时的选举 大概是台湾有史以来 族群对立最严重的一次 那因为你赵这边的声势 非常的好 所以你激发了 另外一群人的危机感 跑出来投票了 所以呢 你说赵少康会不会打仗 我不否认他以前选举 的确蛮会选举的 那辩论都很精彩 问题是 现在已经 距离1994年 已经27年了 你如果到2024年的话 刚好是30年的时间 那你可不可以用 30年前的战术 来执行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他有可能 已经与时俱见 因为他其实一直在媒体圈 观察整个政治界的生态 今不是说没进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韩粉买不买单 那你认为 因为现在是韩国瑜 支持他出来 对 问题是他曾经在 韩国瑜跟郭台铭相争的时候 他其实是站在郭台铭那一边 而且他当时批评韩粉 其实话骂得还蛮难听的 当时一个叫做草包兰 一个叫做知识兰 知识兰就是挺郭台铭的 叫知识兰嘛 知识韩国瑜叫草包兰嘛 对不对 那韩国瑜也许 因为政治人物在上位的人 他也许不会 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他可以一笑敏恩仇 问题是韩粉能不能够一笑敏恩仇 但是呢 我看到一个好现象 因为昨天 在韩粉的脸书社团里面 已经有梗图已经出来了 那个梗图呢就是 赵少康当党主席 然后韩国瑜选2024总统 就等于说 在某一些韩粉的心目中 已经把这个角色给分配好了 那好 如果因为 国民党党主席现在是一票一票选 那你就要去评估 就是说 韩粉到底有多少党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大概基本上 40岁以下的人 对赵浩康是 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的 我对他的印象是 节目的主持人 但是对于他过往的政治经历 其实是没有什么印象的 是没什么印象的 那会不会把票投给他 就是对他的喜好度 跟了解的程度 又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都是赵少康 后面要面对的很多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 韩国瑜力挺赵少康 也发了一篇文 那说关于赵先生 在记者会当中说 已经申请回复 国民党绑极这件事呢 我认为他在国民党 最艰困的此刻 愿意挺身而出单几中任 他事实上是给他赞的 而且是支持他 而且是挺他的 好 我们来看 韩国瑜挺赵少康 有多少粉丝也来按赞 这个数字其实蛮关键的 9.4万 好 一直到 今天下午的3点10分 我们截图到这个时候呢 是9.4万人按赞 很高 9.4万人按赞是多还是少 少 以总数来讲不算少 但是以按赞的累积的速度来讲 其实退蛮多的 因为你看 这是你们统计到下午3点10分 他这篇文是昨天下午2点19分发的 等于是差不多25小时 经过了一整天 对 大概25小时才累积到9.4万 以韩国瑜在全盛时期 包含他当时发的什么 9.3军人节那些 大概在一个到两个小时之内 至少都累积到4.5万的站 一个小时就累积到4.5万 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那现在显然 那照过去的速度应该 至少要突破10万了吧 对 早就破10万了 那可是到现在只有9.4万 而且阿关你仔细看 那就表示很多韩粉是 不支持赵浩康的 有可能 他还在求婚 说当初你也没跟我们收听 甚至为了挺郭台铭 还要怒辞 赵浩康战情室的节目 而且阿关你要看 韩国瑜这篇文章 虽然表面上是支持赵浩康 但是你看他最后几句 他说期盼国民党 能在良性竞争下 选出一位深或大家肯定的领导者 带领蓝营团结士气 并提升在与党监督的力量 持续民意站在一起 这四句话都在讲江启成 意思是说江启成 你现在既不受大家肯定的领导者 又没有办法带领蓝营团结士气 又没有跟民众站在一起 也没有跟民众站在一起 也没有发挥在与党监督的力量 所以从我的角度解读 这一篇叫做讨江席文 就正式开战了嘛 你这样解读太超过了 都没有解读 都没有言论 个人解读啦 你这样比你的个人脸是好 到底说江启的下一部会怎么做 要让我们继续看下去